张作霖死忠得活 你看这事巧不巧 拎着枪 一拳一扁走出山子 到这他有点懵了 第一地理不熟 头一回这是 第二 黑灯下火的高一角前一角 也不知道走的是哪个方向 好不容易 从这山沟里头摸出来 又坏了 这才发现是鱼翼 管家的地盘 那人呢 转缩不断 左一帮右一伙的 张作霖冷不定就一冒出来 被人看见了 可量什么人 张作霖一扬手 啪就一枪 把喊话的撂倒了 这下可捅了马风波了 赵家庙的人 赵家庙的残肥 这还要抓住他 啪啪啪啪啪啪 这一下围楼上了五六十人 张作霖你看不好 往回就跑 把盗走错了 不是原来他走的那山沟 竖得插到 钻到另一条山沟里去了 后边是紧追不舍 张作霖边跑边射击 正在这时对面又来了一波 站住 啪啪 在这边站住 张作霖再举枪扣扳击 子弹没了 又 又一想试 我身上有子弹袋 用手一划了 傻眼的 子弹袋挖到树上的 看来我是身封绝地 眼看人就冲上来了 我双拳难敌四手 要落在鱼的手里头 这个罪我也受不了 命死我不当俘虏了 怎么死 到了现在 就得碰头耳亡啊 他下了决心 打算找块石头 拿脑袋往上碰 可正在这时 头顶着响开枪子 砝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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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lm 一顿乱舌 注意感他那些人开了花了 死的死 跑的跑乱成了一片 有的就地握倒 不敢进攻了 张作林就脚在这头顶上 跳下能有二三十号呢 他揉揉眼睛仔细观看 正是妹子田小凤 田小凤就喊 大哥 妹子我在这呢 哎呀我的哥哥呀 你都把我急死了 田小凤把头发一甩 急不赶到张作霖面前 也顾不得旁的了伸双手 把张作霖拢到怀里 背背背背背 这顿情 来了二十多个case 张作霖呢就好像做梦似的 妹子你这从哪来 我正找你呢都把人急死了 当然了 在这个节骨眼哪有功夫 四平八稳的谈话呀 边谈边打着 田小凤带来不少人呢 枪声大作战斗照样进行呢 那么田小凤怎么来的 咱也得交代清楚 他本来在田庄台 田庄台是平安无事 但是田小凤 心一直在赵家庙 他的心上人就是张作霖 田小凤这么大叔叔不嫁人 就在这排号等着张作霖 迟早有一天 我得达到目的 我们是夫妻 你别看他管张作霖叫哥哥 其实拿他就当自己的丈夫 田小凤有时候还呼应自己 那么是夫妻怎么不在一起呢 因为条件特殊 我们必须得分居 他在赵吉庙 我在田庄台 用这种办法呀 刺激自己 欺骗自己 那个痛苦 资不必说了 现在田白丫头 就他那位贴身的保镖 汤二虎的夫人 生了个大胖小子 这大胖小子 十几六两 胡同胡老的 母子平安无事 还没见着他二虎呢 这田白丫头就掉眼泪 哪有儿子见不着爹的呢 后来田小凤说 你呀不必哭 我抽身到赵家庙去送信 我把二虎找来 你们一家人团聚 让他给孩子起个名 田大丫头 这才不哭了 这是田小凤奔赵家庙的 头一个原因 另外还有个原因 张作霖的家属 媳妇 姑娘 所有的人 现在都在田庄台 孙烈臣的家属 还有一部分 保险队员的家属 都转移到这儿了 男女老少 二百来口 都有田小凤 负责照料 可是最近一个时期 太平山的金寿山 经常到田庄台来 每一次来都携带重礼 哎呀 对田小凤 那个好劲 就甭批了 妹妹长 妹妹短 一开始 田小凤对金寿山呢 有戒心 你当初那个茶 你别忘了 这金寿山 这个老色鬼啊 想要打田小凤的主意 为了把田小凤 霸到手里头 把田小凤的哥哥 田玉本 囚禁在太平山 才演出来 张作霖领人 玉姬 打败了金寿山 不是有那么回书吗 虽然以后 言归于好了 他总是这个事 想起他别扭 那金寿山老奔田庄台来 谁知他安定什么心 所以田小凤 每次见到他 都加强防范 日久天长一看啊 金寿山的确学好了 不是当初那个人的 对自己 没有半点越轨的行为 的确拿自己当亲妹子 一片热心 后来金寿山提出来了 说你看张队长的老娘 夫人都在田庄台 离我的太平山不远 我为了离补过去的罪过 我打算把老太太 接到太平山去住些日子 我静静孝心 妹子 你看你同一步 田小凤没答应 他多了个心眼 先说这金寿山 不是打白点子 把老太太接到太平山 要给扣起来呢 我对不起张作霖呢 所以就晚言谢绝 可这金寿山也没有 眉眼高低 来了就求这件事 后来田小凤说这么办 因为家属不是我的 我得问问我哥哥张作霖 他要同意 我没说的 你听个信吧 第二个原因是为了这个 因此田小凤带着几个人 敢奔赵金庙 到了赵金庙一看呢 冷冷清清 人哪去了 跟留守人员一打拼 这才摸清 张作霖拉着金利 赶动王明山 去解决五大哨 田小凤可不放心了 心说哥哥你疯了 你自不量力啊 你手下的人 夹在一块 也就三四百人 九只手余翼 没有好几千人嘛 听说东阳人 还是他的后台 你这不是自讨苦吃吗 因此田小凤 放心不下 率领自己手下的人 骑身赶奔光明山 到山下不远 就发现赵金庙的人 分批往下撤退 所以当摇摇摇的 第一个他看着孙烈臣了 就问 我哥哥呢 哎呀你怎么来了 妹子 你哥哥在后面掩护我们撤退呢 他挺好嘛 什么事没有 你放心吧 跟着我们回去 不行 我得见着他 田小凤不停劝 让过孙烈臣一方 往上走 时间不大 又碰见南朝北广 压着车辆撤下来了 什么孟怀逆 小老虎 张凯呀 张作相等人 都看见了 田小凤 见着谁就打平 最后 这才赶到鬼门关 到鬼门关哪 一看就剩下六个人了 其中就二虎一个 好嘛 这踏南虎跟血活有似的 要跟他不熟悉 简直认不出来呢 但是精力还挺充沛 眼珠子挂了血线 还在这顶着呢 田小凤见面就问 张作霖哪去了 作霖呢 哎呀我的妹子 你怎么摸摸我呢 一张嘴就问作霖 你瞅我都什么模样的 快告诉我在哪里 别提了 唐安虎给大嘴哭开了 这一哭 田小凤蒙了 认为张作霖死了呢 柳子的行话 死叫贴金 人家贴了金了 后来仔细一问 唐安虎说 没看着他死 来了个炮弹 我是为他好 我让他夺炮弹 就这样我抓着他腰带子 把他扔山剑里头 呀 也没有这么扔的 你太混蛋的 混蛋加六击 田小凤恨不能揍唐安虎一顿 唐安虎也说 妹子 你打吧 你要我的命吧 我是一片好心 没得好报 就在这么山间下去的 田小凤往下一看 深不见底呀 这人要下去还好得了 找报死 也得把尸首找着 就这样 唐安虎领着人先撤下去了 因为张作临台底一活了 敌人停止进攻 为什么停止进攻 有俩原因 第一 九支手一支的这地方难打 改变了战略战术 第二 他已经派人到老阳河日本 驻村军司令部前去求援 遭到日本人的拒绝 小川联络官说的清楚 你跟张作霖之间 内部的事情 我们日本人不便插手 你们自己的事情 自己的解决 鱼翼就好像冷水 磕头一板 他就明白 日本人倒向了张作霖一边 看我的哈哈笑 因此 他改变了所有的战略战术 把人马集中到一起 这才停止地进攻 局部的战斗 就是一部门追张作霖 那部的枪声 响得还挺激烈 偏小凤下了山 左徐六朝 哪块枪声响得激烈 他奔哪去 这才遇上了张作霖 后来偏小凤说 哥哥 有话咱们回家说的 快跟我走 十几个人掩护着张作霖 开始往下撤 能走得了吗 也不知的是谁 认出田小凤和张作霖来了 给鱼翼送信 说都走了 那张小哥都没走了 现在在我们的包围当中 鱼翼一平 眼睛闪着鬼火 是吗 这是老天爷整眼 别让你小个子给我跑了 要珍视他 抓住的必有重赏 他手下的人 嗷嗷狂叫 集中了好几百 把田小凤和张作霖他们给包围了 能耐再大 刮不敌重 能推吗 张作霖急得只剁脚妹子 你不该来救我呀 这多好 我们都死在一块了 卖一个还打一个 田小凤一笑 大哥 我宁愿这么死 也不愿意那么活着 死后在九泉之下 咱们可以结为夫妻 张作霖一平 他还辩计这事呢 这都什么火 可正在这时 鱼翼的部队背后开了花 哇 啪啪啪 两国那人快走啊 赵急妙的冤兵上来了 啪啪啪 张作霖借着火光一开 在外边冲击一只人马来 一闪都是骑兵 为首的两个人 每人掌中一把鬼托刀 另一只手提着盒子枪 远的用枪打劲的用刀砍 刀起处 真好像消瓜切菜一般 人头滚滚死尸张倒 真好像老虎进了狼群 张作霖认出了 哎哟 这俩人非是旁人 磕头的把兄弟 积金存 砍抄袭 砍抄袭的绰号 就砍得到 这把大刀砍 不知道他们哥俩怎么来的 钱文书再说呢 封林阁 倾家荡产 所有的地盘被九只手一翼给夺了起来 剩下参兵败将五六十人 兵败赵家庙 见着张作霖之后 封林阁 放声大哭 最后嘛 管张作霖借了一万两银子 要去哈尔滨找裤子灭佐夫大笑 大宗东山再起 张作霖给他一万两银子 派鸡金存 砍抄袭 燕鹿护送 就这么给他们起身了 要说封林阁这一路之上 也没少吃苦啊 哎呀 他始终大了这脑袋 心都提到嗓子眼 等到了机灵的地盘 哎呀 他心放下了 等再到了黑龙江地盘 他心更放下了 这总算走出闲剧 这一片五六十人 走到双城谱 离哈尔滨一百二十里地 是个大阵点 什么事没了 方林阁信说 这回我算出了牢笼了 到了平安世界 明天我可以进室 去见库子聂佐夫 就在这一片 他就在双城谱 找了个最大的饭馆子 举行了一次宴会 这五六十人都洗了澡 换换装 排白酒宴 冯林阁在酒席宴前 举杯给大家敬酒 弟兄们 不容易啊 我们死功得活 两世为人 弟兄们跟着我受了不少的苦啊 现在咱们眼前露出时光 你我他 咱都得了活命了 我谢谢朱军 我谢谢在座的各位 来 满言慈悲 这些人跟着他一言而尽 方林阁又给大家全满上 满完之后 方林阁往桌上一爬 是放声大哭 男子和大丈夫这种哭还少见 杜足吹准 越劝哭的越凶 坎超行鸡金存也劝 大哥大哥 您讲话了 我们已经转危危安了 您怎么还哭呢 应当高兴才是 后来 方林阁擦了擦眼泪 这才止住悲声 吵着这桌酒席 扬天大笑 哈哈哈哈哈哈 大伙都懵了 先说横把呀 疯了 精神可能失常 怎么刚才哭 真消开了 谁也不吃了 都瞅着他 方林阁笑声完了 这才说 各位啊 三国演绎 我看了不止一次 听书唱戏 举不胜俗 对那里的故事情节 发生的事情 我可以说了如指掌 你们还记得 曹操领着83万人马 大宗过江 平东屋 结果孙刘两家和首 火烧驰壁 使曹操83万人马 全都完蛋了 全都完蛋了 后来曹操走华中道 遇上官军场 一时曹操 这才得以活命 当时曹操 当时曹操 曹操得是什么心情 咱是旁观 只能是看一看而已 现在我才领会到 曹操是什么滋味 我冯领 不敢逼古人 但是大同小一呀 我的心不是脏 鱼医呀 九只手 我要亲自把你大谢 八块 八块